公读圣马以谷福音 那时候,有一个患麻疯病的人来找耶稣 为下求他说:"如果你愿意,就能洁净我!" 耶稣动了怜悯的心墙,伸手出来摸摸他 对他说:"我愿意,你洁净了吧!" 麻疯病立刻离开了他,他就洁净了 耶稣严肃地警告他 立刻催他离开,对他说:"你要注意,不可把这事告诉任何人 但去找施制检验你,为你的结症,献上梅室所规定的,给他们作为证据 但那人一出去,就开始极力宣讲,把这件事传扬开了,使耶稣再不能公开进城 但即使他在外面偏僻的地方,人们或是从各地来找他 《上煮的话》 《上煮的话》